大家好 我是五仔 和大家講時政的這一節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每個鐘有新的影片更新 這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和大家講一下 香港百物騰貴 很多東西都價格 很多市民都大套苦水 現在的餐廳食事 什麼都價格格格 餐飲、乘車 什麼都厲害 現在有些報紙說 聲幅很誇張 那怎麼辦呢? 政府是不是應該要想一下 因為 我看到有些報紙 就這樣寫 他說財政預算案不是用來派錢 大哥 這麼貴 不是用來派錢幫助居民 不是幫助市民 用來做什麼呢? 那大家覺得財政預算案 不應該派錢 就是把所有福利的東西 因為所有福利的東西都叫派 那取消了它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看法? 可能就著這個 新一輪的財政預算案 是不是 可能有些人 筆者 收到一些消息 現在嘗試幫政府降溫 請大家給個讚 記得訂閱頻道 不會有很多新的資訊 帶給大家 謝謝大家支持 首先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關於這個財政預算案 有文章的觀點 他覺得財政預算案的原意 不是拿出來派錢 他覺得 就是這樣寫的 他說因為看到 現在有很多不同的政黨 基本上香港 真是全方位 無死角 全部一起叫派錢 無論你民建聯 經民聯 工聯會 自由黨 G-19聯盟 民主黨 香港總商會等等 多到一齊都叫派錢 希望在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 再拍電子消費券 但是 其實某程度上 我們都說到 下個星期就會公佈這個 新一輪的財政預算案 其實 不要說這個文章的筆者 我相信 我自己都覺得 波叔 理論上 那份財政預算案 很多事情都塵埃落定 甚至乎已經是 賭好取 你說 現在只是等開股 搞好豬 等公佈 有人就覺得 其實 波叔 你想贏掌聲 派錢就可以了 其實每一屆 有人就覺得 每一屆做這些 裁爺位最好 裁爺就是管裁的 管裁 最容易得到 人家萬民景仰 萬人愛戴的時候 就是 派堂 派福利 把很多東西 把錢推出去 給大家 把財富再重新分配 那就最好 提出一些優惠的政策 我相信 很多人受惠的時候 你一定是大受歡迎 某程度上也是 尤其是 如果你說起 用財爺這兩個字 財神爺 新一年 農曆年 有沒有農武師 很開心 接財神 看到財神來 每個人都很開心 想添一添 旺財 旺的氣氛 或者 相信 一些 這些 民間雜族 沾一沾的福氣 希望大家都 賺多兩個錢 這些東西 我相信大家都 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有人覺得 做財爺的位置挺好 你肯派錢就可以了 有文章 有些媒體 就覺得 其實 他說 除了17年 接替曾俊華那次之後 接下來這一份 是陳茂波第六份的財政預算案 他覺得這些財政預算案 不是應該延續過去五年的方針 因為他現在屬於新一屆政府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 所有的政策和措施 都是應該體現新一屆政府的政綱 說到 其實 施政報告 裡面也有很多內容提及到一個預算 例如 產學研一加這個計劃 涉及100億 資助會議展覽這個頁 涉及這個新計劃 14億 鼓勵本地旅遊 用6億 但具體如何增加土地儲備 重奪 供應主導權 如何推動經濟發展 就說要我們的財爺 交出這些方向 有學者有筆者就覺得 這些問題 比派堂先是關鍵 他們覺得到這個位置 即是覺得 財政預算案 講不講派錢 這些事情 很無關同樣 大家要重點 看長線 放長線 政府接下來 在這一屆 當你做這五年先 你新一屆政府 有什麼新的措施 或者一些長遠政策 這些長遠政策 除了使用之外 亦是怎樣收回來的 整個香港的發展 要經濟轉型 那你也要一些政策出來 你的政策 如果在這個財政預算案 大家只是Focus 聚焦 在這個派不派錢 這些學者 或者筆者 就覺得 好像 又過分了 大家只是看一些很少數 其實 真真正正的 考政府的工甲 不是只是派堂 派堂 可能他們覺得 這些東西 Peace of Cakes 誰不懂 那你有什麼政策 可以持之而行 令到香港在疫情後 重新發展出來 令到庫房再穩更多 這件事 有筆者 有社評 就覺得 這件事是反而重要的 當然 他覺得 派堂 作為輸困措施 是一定作用 尤其是通脹升溫 講到通脹 到這裡 剛才一開始說到 菜 肉 食材 全部都加價 什麼都加 糖又加 鹽又加 樣樣加 飲你華 真的沒有辦法 其實沒有貪 大家都住在香港 看下 餐飲費 飆升5-15% 很多市民 大肚腐水 尤其是農曆新年過後 大家都知道 通常一到農曆新年 很多餐廳就會重新 抹過價 無論茶餐廳 兩送飯 這些比較貼地的地方 甚至連鎖食店 都從時間吹起家風 很多市民大肚腐水 有媒體 有記者 在採訪一下 除了地區之外 網上也有很多網民大肚腐水 首先 有街坊小店指出 這個月 冬肉 菜 食品 來源 全部上漲 迫著要加價 有餐飲業代表也指出 業界欠缺六萬人手 現在 搶人 香港自己也搶人才 迫著要拉高工資去搶 所以 今年 迫著要加價 很多網民 在網上社交平台 都說 一踏入套年 食肆加價 很多地方 一月已經加價 大學餐廳都加兩元 他說 除了工資 沒什麼是不加的 他說 什麼都加 維持原價 很難撐下去 也有記者 去問餐廳老闆 他說 那些豬扒 來貨價12元一磅 去到14元一磅 唉 這位冬主 他自己也覺得 如果在這樣的環境 還要加價 我相信 他也覺得食客很難受 但是沒有辦法 他說要硬吃 他說現在 這個時候 有些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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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貨價貴 如果不是差太遠 利潤會減少一些 好過 轉嫁給消費者 到時趕走消費者 有些冰室說 他在過年後 加價超過半成 他說 其中一件 除了內貨價 向上漲之外 就是人手不足 他說 由於人手嚴重不足 需要加薪留人 形容 是三十年來最嚴重 真是恐怖 兩送飯 由三十二元 加到三十五到三十八 很多負責人都說 沒辦法 柴米油鹽雞蛋都算 所以被迫要加 也說到 接下來 業主分分鐘加他們的租 大家都百物騰貴 所以看到這種問題 還有飲食協會會長王家和 都表示 這三個月來 很多餐廳 無論大舖小舖都好 一律都加 由於說國際 逐漸恢復 運輸恢復 運費下跌 但是 香港的運輸人手緊絕 要加工 留人 令到運費上漲 直接 間接 令到食材 成本推高 所以 這個上漲的人力成本 只能轉嫁給消費者 那怎麼辦 沒有辦法 所以有人覺得 這份財政預算案 不只是一口推消費券出來 就可以解決到所有問題 他覺得不是用來派錢 其實某程度上是派錢 只不過 是不是直接派到市民身上 等同消費券 派現金 他可以派出很多不同的政策 例如什麼叫政策呢 例如免稅 寬減稅項 買樓 退稅 又或者 那些基層的 學費 書保 醫療 這些都是其中一些福利 便利 雖然不是直接帶入你的袋 但是某程度上 都可以叫做 輸解民困的措施 亦都可以幫忙吸引到 香港提高競爭力 但是有很多人就只看 你只有出沒有入 不行 香港本身 這個叫做普通稅制的地方 有人經常都說 香港這麼多年 那個稅務根基很狹窄 大家都分析過 以前說 為何疫情這三年稅收這麼少 就是說賣地 情況不理想 整個經濟環境很差 國際投資者都紛紛來巢 等等這些原因 導致政府在稅收方面 突然間大幅減少 再加上很多人離開了香港 其實這幾件事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某程度上覺得 你說在人手不足 剛才我們聽到 飲食業界那邊叫救命的時候 勞動人口大幅減少 變相政府能夠獲得到的稅收 其實都會減少 除了個人身份稅有多少 其實你想想 你資源 勞動人口少了 很多餐廳都找不到人開 那他們就被迫著倒閉 很多客人來到香港 想看看有些什麼 你是不是五光十色 不是的 冷清清冷冰冰 很多店舖都是吉舖 為什麼 都沒有人 不教人開工 招呼不到 甚至乎說旅遊業 有很多內地團 因為不夠旅遊 巴斯基 甚至乎 導致一些內地的訪問團 需要即日來回 這些導致各行各業 錯失了很多糧機 這些糧機 導致他們的收入減少 甚至失去了一大堆消費 除了他們的消費 可能他們本身這些團友 可能會來到香港 打個回合 兩天一夜 三天兩夜 趁過來開會 順便看看香港消費 這件事 亦都會間接影響到政府整個稅收 所以 你說 這個財政預算案 只是說 我們聚焦在派錢上面 他的說法 當然就是看政府 有些什麼方案 扔出來 是否在大嶼 或者什麼基建 大型的建設 大型的長遠norm terms 房屋政策 很多不同的政策 會扔出來 所以他又拿不同的地方去比較 有人就覺得 好像新加坡政府一樣 日前公布了財政預算案 也延續了這個購物券 資在了每戶300元波子 在超級市場指定商場消費 與此同時 他們的副總理兼財長 即新加坡那邊 明言 新加坡不能再依賴以往的模式 在新時代必須為經濟重新定位 有筆者就覺得 比起新加坡 香港更加沒有本錢不改變 是的 說到新加坡的經濟比香港多元化 在金融旅遊業之外 還有電子 IT 精密工程 加上不同的網後平台 電商 連網約帳 Grab 都在區內的稱霸 但見到新加坡政府依然沒有停下腳步 就說在這個預算案斥資10億波子 大概60億港幣 推動新加坡公司走出國際成為全球企業 可能就著你見到 有筆者覺得大家 在這份新的財政預算案裏面 大家現在只懂得派錢 為什麼沒有人在全方位幫助 在我自己的角度來說 預算案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你不要說只是派錢不做其他事 我覺得可以做其他事 所有事都可以做 之前有人覺得派消費血沒用 其實我在這方面也解釋過 其實也有不同的店舖 也有說過 香港現在是一個好的時機 是重新洗牌 將香港再定位 是多元化 你只是單一依賴某一兩件事 去發展他們的經濟 其實大家都有這種想法 但政府可能在這方面比較內斂 沒有什麼公佈 大家可能始終聚焦了現在市民身上 很慘 大家很慘 他們可能覺得 政黨應該應該 看新加坡 吸取人家成功的東西 人家在不同的方面 之前也說過 政府在這方面 好像不夠力量 我覺得也是 在這方面 政府應該想想想 在這個新時代 如何推動多些不同的產業 又說有中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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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東西 都可以繼續拿出來 在這個新時代 中藥現在更加 在經過這個疫情 更加多人利用 多人善用 香港是否又可以在這方面 提高更多不同的原法 不要只是搞金融 搞地產 可能在不同的方位 都可以找到食 多元化的社會 經濟環境才穩固 不會因為受到一件事 而一聲沒有了 如果環球經濟 金融經濟不行 香港又是很不行的 地產炒來炒來 地址有極限 你不會無限生出來 又填海又等等 始終會有用源之日 那你怎樣可以令到 香港 如果你說從這個旅遊業的角度出發 你怎樣可以多些不同的東西 這件事也是很關鍵 投資者來到香港 只要一口吃你的高地價 炒樓 只要搞金融 那別人可以很多方面的高科技 如果在香港 你想想搞中藥 舉例搞中藥 或者搞一些資訊科技 發達的東西 你多元化 吸引世界各地不同的投資 各類型的投資者 香港自然可以繼續 就蓬勃起來了 所以你說 預算案 在這一方面 是不是真的純粹 大家會說派錢 大家非常關注派錢 對的 我覺得從市民的角度來講 當然是關注派錢 跟我們息息相關的東西 但是 如果再宏觀點去看 整個香港 整個城市的發展 又應該怎樣去重新定位 是不是 再只是 有些舖 自己開 全部搞水貨 全部搞藥房 全部搞水貨就OK了 好像 恢復自由行 那就是怎樣 但是 某程度上 這個時代的進步 內地人 內地客都會進步 他們需要看的東西 不只是單一化 所以 在這個財政預算案上 大家關心的東西 除了派多少錢給大家 我相信 這也是絕對重要的 其餘的 就是政府 在新一屆政府裡面 他們接下來這五年 看看香港的發展 經濟發展是怎樣 所以 如果我自己覺得 你說財政預算案 不是拿來派錢 我覺得這句說話有些嚴重 其實財政預算案 就是用來花錢 因為你所有東西都要拿去花 當然 這些錢 他的方案 放出來之後 可不可以 令到政府 賦房 更多 其實這件事 就有人這樣說 你不花這些錢 怎樣可以 拿多些錢回來 小財不出 大財又怎樣進 不知道你信不信 這個說法 或者你仍然跟這種說法 即是預算案 是否用來派錢 應該是用來賺錢 真的不知道 好 今集說到這裡 眨眼 星期五 很快到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就公佈了 好 今集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